好 明杰剛看到的是 中國新任國防部長董軍的談話 對 呃 這一個在新加坡舉行的相隔禮 亞洲安全論壇 本來是整個亞太地區各國 那在討論安全議題事務的 一個重要的會場 那不過現在看起來已經淪為 中國用來 這一個批美批台的一個 宣傳場合 那我們看到剛剛這一個 中國新任的國防部長董軍 那其實他在談到 涉美跟對台的議題上面 話講得非常強硬 他講說如果誰膽敢把台灣分裂出去 那就會粉身碎苦自取滅亡 那甚至引火自焚 那話講得這麼重 其實我們如果對比 前兩任的中國國防部長 他罵的還要更兇 因為你看去年這個李尚福 2003年同樣是6月 那時候他講說外力干涉 這個台灣的話 最多就是失敗告終 那再往前拉 那更前一任的魏鳳和 2022年6月的時候 講到說同樣誰敢把台灣分裂出去 那就不惜一戰死路一條 現在董軍直接講說直接嗆 是會粉身碎苦自取滅亡 我都懷疑這些要擔任 中國國防部長的這些人選 軍方的高層 要經過這些罵人的成語訓練 罵得越兇官升得越快 從這裡也可以看得出來 董軍是在向習近平表態 那所以他出任國防部長 恐怕也不是沒有原因 你看最近連這一個川普丟出說 如果中國犯台就會轟炸北京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 出來講說這是喪心病狂 都是四個字的成語 那應該都有經過訓練 看誰罵的兇 那可以獲得這個習近平的青睞 那這些都是在對內跟對外嗆聲跟宣傳 那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當然這一次也是睽違18個月 那跟中國國防部長首度進行正式對話 那其實上一次碰面 本來跟中國國防部長前一任 李尚服是12個月前 為什麼是18個月 因為12個月前上一屆的像個李拉 你看他畫面我們記得 李尚服那時候對美國國防部長 其實非常顧忌 擔心跟他有太多的接觸 所以在那個會場 他只有這一個握手 那打個招呼 不願意正式用一個會議的方式 雙方坐下來對談 那這一次是18個月以來 算是繼這個魏豐盒之後 那正式兩邊的國防部長坐下來 那好好的正式對話 那美國的奧斯丁 那直接就關切 近期中國對台的這些軍員挑釁 那警告說不應該藉口說 這個台灣新政府上任 用這樣的理由來威脅台灣 同時他也再度強調 這個台海和平的穩定重要性 還重申南海自由航行 美國也會繼續堅持 那中國這個董軍 他就講到說這個反對 美國向台獨發出錯誤訊號 那同時也拋出了一個新的 叫做以武駐讀的這個口號 那很明確就是要斬斷美國對台的軍售軍援 那利用這場合 其實都不是在真正安全對話 而是在利用這個場合向美國施壓 那同時他也提到說 反對美國在菲律賓 藉這個軍演的理由來部署中程飛彈 他講說這會危害 這一個地區安全 不過我們觀察 這個是保障地區安全 真的危害的這個區域 應該就是只有中國 所以你看到他對這個中程飛彈 非常的感冒跟跳腳 那除此之外 當然最近的台海情勢 那美國華府智庫又接連拋出新的評估報告 包含像這個美國企業研究所AEI 還有戰爭研究所ISW 共同核傳了一份 那有關台海未來情勢發展的 這個新的報告 中間談到說 中國可能未來五年之內 會分四個階段 最後達成他不戰而統一台灣的一個目標 那目標就是要在2028年以前 逼迫台灣簽署兩岸和平協定 那用這樣的這個脅迫戰略 他企圖用四個這個時間點 那來逼迫台灣最後 跟他中國組成一個兩岸和平委員會 那同一個支配台灣的一個組織 那達成他一國兩制 那為什麼要用脅迫戰略 這一份報告裡面其實還特別談到說 因為北京確實評估說 用武力攻台的模式 第一個能力不足 第二個代價太高 中間提到說 如果今天要打一場台海戰爭 那這一個共軍可能為了要運送他 數十萬的兵力登陸台灣 必須動用數千艘的這些船艦 那同時要花數週的時間 這是一個大規模 非常困難的兩岸登陸戰 那這樣的一個兵力集結過程中 美台的這一個情資預警 當然馬上就會發現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用突行的方式 來這一個入侵台灣 當然同時也談到說 台灣其實這幾年 我們自己的防衛能力也是 逐步累積在上升 那普遍認為共軍現在兩棲登陸 犯台的能力都不足 那同時還有看到說 美軍其實這幾年 已經陸續不只像美日的聯合軍演 整個兵力已經擴及到 台灣的北面這些 日本的西南諸島 那更不要講這兩年 直接重兵就進入到這一個菲律賓 那美飛跟美日的這些軍力的部署 都讓這一個共軍要犯台 顯得更為的困難 那最後如果真的爆發台海戰爭 那中國自己也勢必會遭到波及 那如果整個不只是說 整個沿海可能數百萬人民的這個性命 可能堪率之外 中國經濟也絕對會受到重創 而這個部分非常有可能 就衝擊到習近平政權自己的安危 所以這個美國政府就認為說 那這個北京可能用這些不戰的方式 逐步來脅迫台灣 那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要這個用封鎖台海 不管海空的航線的方式 那同時企圖這個用斷這個海底電纜的方式 加上電站的干擾 那讓台灣第一個能源中斷 第二個社會因此而動盪 那這個目的主要是為了要這個達成 這個賴政府新政府的支持度下降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一個反賴 反新政府的這個政策 第二階段也是他已經早就在開始進行的 就是反美 那破壞美台的關係 第一個在台灣要散播這以美論 其實現在都已經 我們看到已經持續在進行 透過台灣的這些親中媒體 那講到說這個台海兇險 其實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美國而不是中國 那同樣的透過他這個抖音 在美國1.7億這樣的用戶 大量散播假訊息 那影響美國社會要希望美國 認為說整個台海戰爭是別國的事 不要去介入其他國家的內部事異 這個內部事務 那這個形成所謂的孤立主義 第三步來講 就是要進一步再擴大所謂的海空封鎖 那加上軍事威脅 那等於說要營造一個社會氣氛說 今天你只要跟中國和平相組親中的方式 就可以獲得台海和平 同時他也這個談到說 有可能中國會跟北韓串聯 引導北韓不管是透過軍演也好 用核式的方式去轉移 那日本對南韓可能的支持 其實這些動作現在都已經逐步在看到 換句話說前三個步驟 中國對台確實都已經在進行 那最後他達成 這目的就是說整個社會 台灣的社會氛圍如果已經倒向親中 那會這一個逼迫新政府 那跟中國簽署兩岸的和平協定 那組成一個兩岸和平的委員會 那實際來談所謂如何要台灣 接受中國統治這樣的一個模式 不過我們整體觀察下來確實前三步 那都已經逐步在進行 那台灣其實也不是沒有警覺 這個部分我認為 當然還是要小心 特別是親中勢力也好 或者是媒體在呼應他這些 前面這些不戰而統治台灣的這些手段 那以美論或反政府的言論 也持續在擴散 這個部分反而確實是台灣未來 這一個末大的國家安全威脅 所以這個報告的目的也是要喚起華府 不要只有注意 這個中國對台灣軍事威脅 像其他這些混合式的手段脅迫戰率 美國也要有意義對策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